以下节目指标解主持人的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意,产生期望落差,请自行参与坊间风平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 又到了和大家一起报CW的时间,今次要讲的是The Flash 第六季第十九集的名字叫Success is Assured 第六季The Flash本身有22集,但因为疫情关系缩短成19集 今集就已经是第六季的最后一集 劇情上难免都会发现有很多未完的劇情 比如说终极Boss,Eva其实还未搞定 Barry也还未制造到自己的神速力 Reverse Flash也未出来和观众说个Hi Aris也未完全死了 今季的季中集究竟解决了什么? 首先就是Eva杀死了她的老公 巫灭Sue Dearborn,就是杀死她老公的兇手 Katelyn就跟妈妈走到不知哪里安胎 Iris最后就变了一个透明人 如果有什么留言,欢迎在下面留言 还有记得点赞和订阅 我只能说的是,今集有很多 都是关于Eva的终极复仇大计 坦白说,Eva真是一个很有威胁性的感觉 今集她还在互买衣服 她的气势真是令我想起第四季的字符 她对Team Flash的仁慈 很明显是跟Team Flash在上季 跟Sakeda的欲擒欲擒手法致敬 她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我要卑鄙老公 所以今集她的任务就达成了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她之后要做什么 可能跟Team Flash做朋友 畢竟她都叫做令Iris消失了 我觉得Team Flash是要多谢她的 今集首先她说到Eva 就转化了Cava那堆步兵 那几个我完全不知道她们有什么作用 但一直在今季出现的角色 那三个神探超娇娃一起现身 我真的很害怕啊 其中一个Electra总一直说西班牙文 其他那两个就用英文跟她说话 组成了一个简直是两地与民的交流小组 总之整集就是发生一堆故事 首先就是Team Flash去对付 超娇娃三人帮 另外一条故事就是说 Eva怎样去对付Berry和Cava 而在Team Flash和超娇娃的六人混战里面 由于那些打斗场面实在太精彩的关系 她是还特意用漫画 分割成很多个画面 方便观众去看着每场不同的战线 而在剧情的中段 整个大流都变成了红色 红色这个画面其实都出现长达了10分钟 我想一定是对闪电盒本身的颜色致敬 而中段她也加插了一个很惊人的细节 话说Sing即是Eva的步兵 就跟Berry提出 不如这样吧 你交Cava出来我就给Iris理这个协议 Lash突然间又受到Harry的指点 就发现 旧那个Berry一定不会考虑这个协议 因为Berry是一个大爱和平的阻交 但想不到的是Berry对Iris的爱 会令她想着我不要Cava给Iris 这部剧情原来是想铺牌BerryAlan的魔法 哇这么恐怖的BerryAlan我真的很害怕 为了Iris而自私的魔法 这是史上最愚蠢的魔法 你应该要做的是 变成Savatar 然后将Iris堆毁 这才是人见人爱的魔法 而今集最大的疑题就是 因为Berry是去Katelyn家送别的 为何Katelyn和妈妈要离开的时候 Berry还在屋里面呢? Berry是做什么的?帮你淋花 提到下季 Soul Dearborn已经确定成为第七季的常驻角色 原本今季被人剪掉的集数 其实有一集是与Wells联盟有关的 我相信那集都是与Reverse Flash相关的彩蛋 没有啦下季才看啦 整体来说 虽然今季一年有很多意外 又经历了无限地球危机 又来这次的停泊潮 我只能说 衷衷整季的Flash 都很平淡 除了是情人节突出那集 你真是生得想打爆个梦之外 整体上都是坦而无味的 那我们下季再见啦 看到这里 大家都是真朋友 想看更多的剧集review 记得subscribe 满逢星期日都有 Fight up 10分钟 跟大家讲下煲剧心得 如果有些什么留言 欢迎在下面留言 还有记得like and subscribe 拜拜